在我们结婚的第三年 柳如烟满身消毒水未晚归那天 我知道我该离婚吗 上一世 她的植物人白月光在这一天醒来 记忆停留在他们最爱的那一年 腾成刚醒离不开人 这段时间我都会在医院陪着她 深夜十二点 柳如烟拖着满身疲惫从外面回来 以前有洁癖的她 身上沾满了刺鼻的消毒水味道 她换好鞋 疲惫不堪地侧躺在我的身判 语气不容智慧 我垂着眸默默地看了她一会儿 没有像上一世那样大吵大闹 哭着求她不许去 只是平静地回来都好 或许是我过于冷静的态度 倒让柳如烟差异地多看了我几眼 不过到底是什么都没说 头痛帮我按按 她闭上眼 习惯性地把脑袋枕在我腿上 又自然而然地牵起我的手 放在太阳穴的位置 跟以往很多次那样 她下班回到家 我体贴地帮她梳解一天的疲惫 按舒服了 柳如烟就会夸我 你这手艺可一点都不比外面的师傅差 每到这个时候 我就会特别有成就感 她不知道 这是我为了她特意去学的 可这次我却没有任何动作 柳如烟眉头微微抿了下 我当作没看见 拿过一旁早就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 轻声说 柳如烟 我们离婚吧 刚刚还闭目养神的女人 猛地睁开眼 坐起身 震惊又恼怒地看我 几博答 你发什么疯 我没发疯 我只是不爱你了 爱你的那个几博答 早就死在了上一世的那场车祸里 我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喜欢上柳如烟的 时间太久 久到我自己 都想不起来了 我们是青梅竹马 从小便定下了娃娃亲 在伊藤城梅出现之前 我和柳如烟的关系 还是很好的 她会主动等我放学 在一起散步回家 也会在我算不出数学题时 无奈又宠溺地来一句 真是个小笨蛋 以后生下来的孩子智商 随你就完了 这时我就会洋装生气地不理她 然后柳如烟就为了哄我 去买我最喜欢喝的奶茶 奶茶真的很好喝 会上瘾 就跟我喜欢柳如烟这是一样 也不知是不是命中注定 第一次在柳如烟家 见到伊藤城那天 刚好是我的生日 以至于后来柳如烟 和伊藤城在一起 伊藤城提出 要过相识纪念日 那之后 我的每一次生日 柳如烟再也没出现过 在我家吃完晚饭 柳如烟神秘兮兮地说 有礼物要送我 我跟着她一起回家 在客厅里见到了伊藤城 伊藤城是柳伯父战友的孩子 父母双亡后 跟着外婆生活 前不久 唯一的亲人也走了 柳伯父心疼她 便将人接了回来 那时我还不知道 这个身形消瘦 脆弱到不堪一击的男孩 会一点点渗透柳如烟的生活 将他从我身边抢走 伊藤城跟我们一样大 转学到了我们班 从此形影不离的两个人 变成了三个人 伊藤城话很少 大多数时候 都是默默地听的 但只要涉及柳如烟的部分 他都会插上一句 比如 如烟姐姐 你这次考试 又考全班第一 如烟姐姐 你网球打得好厉害 如烟姐姐 你姐提的思路 比老师还清晰啊 同为男生 我不是看不出她的小心思 我也曾忐忑不安过 可柳如烟似乎特别讨厌她 私下不止一次跟我吐槽 嗲里嗲气的 跟只小绿茶似的 还是我们家博打好 傻傻的真可爱 还记得那天的晚霞特别美 空阔的操场上 我们俩的影子交叠在一起 耳边是柳如烟轻声的泥男 她说 几博打 高中毕业 我们就在一起吧 那瞬间 我的心跳得特别快 点头实脸 更是红得抬不起来 坦白心意后 柳如烟就有意拉开 自己和伊藤城的距离 可他们住在同一片屋檐下 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发现不对劲的苗头 是柳如烟 会在我们独处时 聊起伊藤城 她真的很蠢 做个饭都能把手弄伤 你说 怎么会有人喜欢吃苦瓜了 她真的很让人琢磨不透 她昨晚吃饭的时候哭了 说想起了她的爸妈 她的语气 从一开始的嫌弃 到心疼 再到提起她时 嘴角若有若无的笑容 我心里很不适滋味 甚至严令制止伊藤城的名字 出现在我耳边 柳如烟笑着刮了刮我的鼻尖 好 听你的 我的小醋包 之后相安无事地过了一段时间 可是喜欢一个人 是藏不住的 我们就是会在不经意间 提起那个人 就像我会在朋友面前 十句话九句 提到柳如烟 就像柳如烟会在我面前 一次又一次脱口出地 说起伊藤城 连称呼都不知不觉地 从伊藤城变成了藤城 但她大多数时候 都是直呼我的名字 起波打 爆发是在高中毕业的那个晚上 那天我原本是准备 跟柳如烟表白的 伊藤城的电话打过来 说身体不舒服 柳如烟干脆利落地扔下我 往伊藤城家走 大雨里 我喊她的声音都在发颤 柳如烟 你是不是喜欢上伊藤城了 柳如烟没有回答 可坚定不移的脚步 说明了一切 没几天 他们俩在朋友圈 官宣了恋情 后来 我因为疗伤 去了外地上大学 离开前 我拉黑了柳如烟和伊藤城 直到一次偶然地聊天 我妈说几一腾城 那男孩摔成植物人了 后半辈子 能不能醒 还得看造化 那时刚好大四毕业实习 我学的财务 爸妈让我回自家公司帮忙 再次见到柳如烟 是一个月后 她来我爸公司谈项目 一身红裙的她 美艳夺目 让人不敢直视 我愣了下 书里的点头 算是打过招呼 柳如烟却拦住了我的去路 打算什么时候 把我从黑名单里放出来 电梯里人很多 纷纷朝我们看过来 柳如烟又是一副 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架势 我只能硬着头皮打开手机 柳如烟知道我在做财务 那天过后 隔三差五的 就要找些财务问题来问我 还主动提起伊藤城 在她昏迷前 我们就已经分手了 我装甲没看见 不理会 但不可否认 那一刻我的心跳是加快的 柳如烟追了我有半年吧 穷追猛打 白石汹汹 我们走到了一起 接下来的事情 好像就变得顺理成章起来 结婚前 我给过柳如烟机会 你确定要跟我结婚吗 没有明说 但我想她应该 柳如烟没有任何迟疑地 低头稳住了我的唇 婚后 柳如烟希望我把重心放在家里 我就辞掉了手头的工作 努力去做好一个合格的丈夫 照顾她的一日三餐 饮食起居 柳如烟胃胃不好 我就去学做营养餐 柳如烟睡不好 我就去学按摩推拿 我全心全意地付出 也得到了柳如烟的回馈 她会在我生日时 给我准备惊喜 也会在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时 带我出国旅游 无数次半夜从梦中惊醒 看到身边躺着自己的爱人 我都觉得自己挺幸福的 幸福到我都忘了 我们之间还夹着一个伊藤成 在我们结婚的第三年 伊藤成醒了 她失忆了 记忆停留在和柳如烟最相爱的那一年 她只认柳如烟一个人 一刻没见到 她就开始哭闹要自杀 柳如烟开始频繁地去往医院 我不是没怀疑过 事情的真实性 甚至还跟柳如烟 一起去过医院看望她 但伊藤成见到我 就一副受到莫大刺激的样子 失声尖叫 摔杂东西 柳如烟解释 说她接受不了我们结婚的现实 让我以后 不要再出现在伊藤成面前 免得加重病情 我觉得很委屈 你是我妻子 这是事实 如果伊藤成失忆一直不好呢 难道就要这样满一辈子吗 柳如烟神情一致 再等等吧 那天 我身体不舒服 去医院检查 走出医生办公室 我正要给柳如烟打电话 一抬头 就看到伊藤成站在门外 拉扯中 我撞到墙上 手肘擦破了皮 伊藤成 你和柳如烟已经分手了 我一时没忍住 说出了实情 伊藤成心红着眼 没有 我那时说的气话 话出口的瞬间 伊藤成陡然意识到不对劲 可已经来不及了 我心脏猛地下沉 你没失忆 片刻地慌张后 他坦然地承认 几波打你别太得意 我能从你身边 抢走柳如烟第一次 就能抢走第二次 你等着看吧 大脑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当柳如烟电话 打进来的瞬间 我把这一切告诉了他 他只在那头停顿了下 不仅不相信我说的 还怪我小肚鸡肠 也是从那天开始 我们的关系温度急速下降 我不再对他去医院的事情 视而不见 我试图阻止他 哭着求着 不让他去 然而柳如烟 对我的哭闹无动于衷 甚至后来 还把伊藤成接回了家 理由也是可笑得很 这样有助于他的病情恢复 我一直以为 柳如烟是不知情的 他是无辜的 直到我听见他 和伊藤成在书房里的对话 柳如烟姐姐 如果我没有失忆 你还愿意照顾我吗 当然 他回答的斩钉截铁 我却如坠冰叫 那晚 我们大吵了一架 都这时候了 柳如烟还自欺欺人地说 伊藤成是我弟弟 我气得浑身发抖 在这个家 一刻都待不下去 走出家门 先追过来的 反而是伊藤成 他像一个胜利者 在我面前要我扬威道 启博答 你斗不过我的 我彻底失去了理智 杨手甩了他一把掌 姗姗来迟的柳如烟 刚好看到这一幕 他的偏爱 是那么的明目张胆 不分青红皂白地推开我 心疼地 将伊藤成搂进怀里 我脚下不稳 踉呛着推到马路上 就在此时 迎面开过来一辆 失控的大货车 我闪躲不及 倒在血泊中 一切发生得太过突然 一时消散前 我看到柳如烟疯了般 朝我扑过来 他声嘶力竭地呼喊我的名字 脸上写满了恐惧和害怕 我觉得很可笑 他不应该很开心吗 毕竟 我这个唯一阻恼他们的人死了 他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 跟伊藤成在续前缘了 就因为我在医院 陪了伊藤成一天 急不搭 你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无理取闹了 我不会同意离婚的 柳如烟言语间 都在埋怨我不懂事 也对 毕竟一切都还没有发生 今天只是伊藤成 苏醒后的第一天 面对他的一声声结问 我表现得很淡然 还不带我开口 柳如烟的电话响了 他当着我的面接起 我害怕 你能来陪陪我吗 柳如烟的脸色 瞬间柔和下来 他轻声安抚他 告诉他不要怕 他马上就过去 我出去一趟 你自己好好冷静一下 其实伊藤成说得很对 我只是柳如烟 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柳如烟走得很急 连鞋都忘了还 房门打开的瞬间 有冷风嗖嗖的往里灌 我裹紧身上的衣服 起身回了房 没一会儿 拎着早就收拾好的行李 出了家门 这一次 我决定放过他 也放过自己 为他死一次就够了 这一世 我要为自己而活 在酒店住了一晚 我是第二天早上回的家 爸妈看到 拎着行李箱回来的我 先是惊了下 随即相识一眼 神色明重 这是怎么回事 柳如烟欺负你了 面对两人焦急的询问 我也不说话 整个人委屈地抱住我妈 一看这架势 我爸直接就炸了 敢欺负我儿子 这闺女长本事了 他说着 就要给柳如烟打电话 好在 我眼睛手快按住了 我吸了细酸色的鼻子 眼神格外认真 我准备和柳如烟离婚了 什么都不要问 也不要劝我 我想好好休息一下 回到熟悉的房间 躺在柔软的大床上 我悬着的一颗心 才彻底松懈下来 这一觉我睡得格外踏实 直到晚上 我妈敲门进来 我答 柳如烟来了 你收拾收拾出来 睡觉期间 柳如烟给我打过几个电话 我看了眼时间 最早的那个 是一小时前打的 客厅里 气氛莫名的诡异 柳如烟身上 还穿着昨天的那件外套 和我爸妈相对做 谁也没说话 直到我的出现 三双眼睛齐刷刷地看过来 柳如烟伸手来拉我 我答 你回爸妈家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害得我担心 担心 如果我没记错 从我离家到现在快 二十个小时了 我不动声色地避开她的手 坐到了爸妈旁边 淡淡地看她 你来有什么事吗 柳如烟的手将在半空中 脸上的笑容 差点维持不住 她善善地收回手 很快调整好表情 软身哄我 好了 别闹脾气了 有什么事 我们回家再说 看来我昨天的话 她没当回事 于是我又强调了一遍 柳如烟 我替离婚是认真的 还有 我已经在网上提交离婚登记 三十天冷静期一过 我们就去 把离婚证领了 见我语气强硬 没有丝毫缓和的余地 柳如烟终于正了神色 衣袖被人轻扯了下 我妈出声打圆场 我答 有话好好说 别动不动就替离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一直坐在旁边 不发一言的我爸 也开了口 她沉着脸 看向柳如烟的神色不善 上辈子 我和柳如烟在一起 我爸是第一个 站出来反对的 他怕我再次受到伤害 不成想一语成衬 最后 让我葬送生命的 却是我从小 爱到大的女人 想到这 胸腔里有鼓鸣火 在横冲直撞 我捏紧拳头 再次看向柳如烟时 心绪已经没有办法平静了 面对我爸的逼问 柳如烟 还试图轻描淡写低带 他说 一腾成醒了 我去医院看过两次 博达有点不高兴 确实是两次 一次十二小时 还不带我发火 我爸先站了起来 大骂柳如烟 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不懂珍惜 最后 闹得不欢而散 柳如烟走的时候很狼狈 几乎是被我爸砍出去的 我爸生气归生气 可作为父母 不到万不得已 谁又希望自己的子女离婚呢 况且 柳如烟目前也没犯什么原则性问题 我妈有意无意地提过几句 博达 你从小就喜欢柳如烟 两个人走到一起也不容易 结婚这三年 你们过得不也挺幸福的吗 你真的愿意放弃 去成全他跟一腾成 我一时雨色 心脏酸酸胀胀的 上辈子 我就是不愿意放弃 他会再一次次争吵后 仍然紧紧抓着那段 名存实亡的婚姻不放 可结果呢 我苦涩地扯了下唇 如果一开始 柳如烟没有来招惹我 没有让我尝到幸福的滋味 那么 当一切发生的时候 我是不是会是另一种结局 然而没有如果 我放下筷子 收起那点伤春悲秋的情绪 点开手机 翻找出一些照片 你们先看完这个 我把手机递到两人面前 上次柳如烟离开后 我就找人全天后盯着一腾成那边 主要是我也没把握 柳如烟会不会三十天后 乖乖地跟我去办理离婚 不成想 侦探社那边有了意外的收获 晚上我去小剧楼下遛狗 撞见了来找我的柳如烟 真会气 我掉头要走 手腕被人拉住 不得已停下脚步 我淡漠地先眸与她对视 柳如烟脸上皮太净鞋 下颜颈乌青一片 看来这几天 被一腾成折腾得够呛 我用力震了下 没震开 柳如烟有些烦躁地揉了下眉心 几搏答 差不多得了 我的忍耐有限 去楼上跟爸妈说一声 等会跟我回去 你不在 我已经很多天没吃过早餐了 换下的衣服 也没有人送洗 话里话外 都是在责备我 无理取貌 看来以前我真的对她太好了 才会让她说得如此理智气壮 我目光灼灼地盯着她 柳如烟 你当时追我跟我结婚 是不是因为我知根知底 适合当老公 性格温吞好掌控 柳如烟瞳孔色缩了下 大概是被我猜中了 她有些恼羞成目 几搏答 你中邪了吗 怎么变得这么不尽人情 一腾成她失忆了 谁都不要指认我 你就不能换位思考一下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笑了 我以前是什么样 听话懂事 一切以你为中心 全心全意爱你的保姆 有那么一瞬间 我甚至在想 柳如烟她真的爱过我吗 得到的答案是没有 她从始至终 只是把我当成一个保姆 那些对我的好 不过是 把她伺候好了的施舍吧 我再也不想跟她多说一句话 太恶心了 我用力挣扎 放开我 不知是不是良心发现 柳如烟的态度 不似之前强硬 语气缓和了不少 你要是不喜欢 以后我 尽量少去看一腾成 不关我的事 就非要离婚不可吗 嗯 如果你不同意也没关系 终于松了手 得到自由 我退后一步 跟她拉开距离 柳如烟 失忆不是你的借口 你们在医院拥吻的事情 真让人恶心 况且 她真的失忆了吗 柳如烟眯眯起双眼 什么意思 有些话点到为止 我相信柳如烟会去查的 柳如烟的速度 比我想象中快 她换了个陌生号码 给我打了电话 接起听到她声音的那刻 我是要挂掉 五一很想你 你回来看看她吧 五一是我点了一只小猫 我重生那会儿 她生病在宠物医院住院 这段时间忙着离婚的时 老板她给忘了 没想到柳如烟为了逼我见面 居然拿猫来威胁我 我对着电话唾骂了句 真卑鄙 柳如烟不喜欢猫 我不确定 她会不会丧心病狂 干出点什么事来 一路提心吊胆赶到家 却发现柳如烟家门口 蹲着一个人 可能是听到脚步声 地上蜷缩成一团的男人 豁然抬头 她脸上的惊喜 在看到我后 转变成了恨你 是一腾成 上辈子害死我的人之一 我深呼吸 再深呼吸 才堪堪乐之助 撕碎她的冲动 这一世我 只想好好活着 不想再跟这些 烂人纠葛不清 我甩了甩手中的钥匙 让开 吉伯答 你是不是跟如烟姐姐说了什么 她为什么不来看我 也不接我的电话 她穿着病号服 头发乱糟糟的 冲我张牙舞爪的样子 好像一个小丑 听到这话 我心小微惊 面上却丝毫不鲜 冷吃到 你去问她 这句话 好像戳到了 一腾成的痛楚 她面容变得扭曲 你不是都替离婚了 还在这里干嘛 吉伯答 你给我滚 以后都不要再 出现在如烟姐姐面前 你就是一个小偷 偷走了我的人生 现在我醒了 如烟姐姐 只能是我的 小偷 这莫须有的罪名 我可不但 柳如烟宠着她 惯着她 我可不会 第一 你昏迷不是我造成的 第二 我和柳如烟结婚 是她追懂我 第三 现在我们还没离婚 你胡搅蛮缠的行为 就是三 我说的直白 且不留情面 吉伯答脸上的神情 正一点点军烈 最后 我祝你成功 顺便把人看好了 可别让他再来烦我 这辈子 你们俩就锁死吧 别再去祸害别人了 我说的真心话 一腾成 却一副受到挑衅的样子 他面目猙獰的 朝我扑过来 手还没挨着我的一脚 就被从里面 开门出来的柳如烟推开 他力气不小 一腾成连着退了几步 才站稳脚跟 柳如烟宝贝似的 将我护在身后 怒声呵斥一腾成 谁让你动他的 我被动地躲在柳如烟背后 脑子有点懵 柳如烟他是吃错药了吗 上辈子从一腾成醒来后 无数次二选一 他都会坚定不移地 站在一腾成那边 今天居然会护着我 我不理解 并且大受震惊 同样震惊的 还有一腾成 他看着柳如烟 委屈地咬着唇 眼泪扑素素往下落 我们明明那么相爱 你怎么可以为了 别的男人伤害我 柳如烟回头看了我一眼 他不是别的男人 他是我老公 那我算什么 一腾成泪水护了满脸 声音淒厉又悲凉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要让我醒过来 一切都变了 所有人都在往前走 只有我一个人 还留在云 一腾成哭到不能自已 我懒得看他们在这表演 转头进了屋 看到昔日恋人 在自己面前痛不欲生的模样 我想柳如烟应该是 有些动容的吧 然而 他的反应再次超出我的想象 几乎可以用冷漠来形容 你不要再装了 你压根就没失意 一腾成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 不要再死抓着不放 你先回医院去 我已经通知爸妈 再过几天 他们就会回国 我停下脚步 嘖嘖嘖 上辈子我极力阻挠 换来的是 他们的变本加厉 重活一次 我决定成全他们 柳如烟到自己醒悟了 我摇头叹息 渣女啊 都是犯贱的 我刚把五一的东西整理好 拎起航空箱 鞋地里插过来一只手 按住我的手 可以不走吗 嗓音是难得的温柔 我不假思索 回到柳如烟 我们没可能了 握在我手上的五指 逐渐收紧 柳如烟在压抑自己的情绪 为什么 上次医院的事 纯属意外 你不喜欢一腾成 我答应你可以不见 以前的事情 我也可以补偿你 那是一条人命啊 柳如烟你拿什么来尝 我没有说话 吹着眸跟他的手带较劲 柳如烟对我向来耐心有限 此时见我一副油烟不尽的样子 脾气也开始有些暴躁 他一把抢过我手中的航空箱 猛烈地晃动 吓得五一害怕地 在里面喵喵直叫 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样 柳如烟不喜欢猫 从来也不会注意猫的情绪 我看到五一躬着 被缩在航空箱角落里 火气一下就上来了 我猛地抬头 只是他 一字一句道 我想让你离我远一点 柳如烟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见 可能是从来没见我发过脾气 更不要说 用一种充满恨意的眼神看他 柳如烟脸上的血色褪去 身体摇晃了下 手上力道不稳 航空箱坠落在地 跟大理石碰撞 发出刺耳的声响 五一下坏了 我顾不上其他 一把推开柳如烟 将航空箱抱在怀里 离开前 最后瞥他一眼 柳如烟 别让我恨你 柳如烟从恍惚中回神 站在原地手足无措 他张了张嘴 想说点什么 而我却不想再听到他的声音 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天之后 柳如烟消停了一会儿 我也回了我爸公司上班 这天我如常去公司 刚走进大厅 就看到柳如烟捧着一大树 玫瑰花等在哪 我无视他往前走 柳如烟追了过来 急声道 我答 生日快乐 此时正是上班时间 人来人往 柳如烟手中的玫瑰花术 又大又显眼 引得不少同事驻足为观 我不得已停下脚步 回头 柳如烟可能以为 自己的身情打动了我 脸上浮现一抹轻松的笑意 脉步走到我面前 双手递上花 我亲手插的 是你喜欢的香槟玫瑰 我垂眼 静静地盯着那树 插得不太平整的玫瑰花 看了会儿 然后在他袭击的眼神中 伸手接了过来 柳如烟喜上眉梢 迫不及待到 晚上我还订了 你喜欢的那家海鲜餐厅 下班我来接你 保安姗姗来迟 驱赶为观的人群 站在我和柳如烟的中间 抬手赶人 柳小姐 既懂有命令 您不能出现在我们公司 我爸互独子得很 上次看过柳如烟 和一腾成拥吻的照片后 就对保安下了命令 同时还解除了不少 跟柳如烟公司的合作 一年前 柳如烟他爸眼疾复发 去了博外治病 公司的事 全权交给了柳如烟来处理 他能力不如他爸 在公司举步维艰 是我爸给了他支撑 才让他一步步站稳脚奔 而这次解除合作 也给柳如烟造成了 很大的打击 上辈子 他仗着我对他的喜欢 有恃无恐 这辈子 我对他弃之如碧语 他又想方设法地 开始讨好我 柳如烟没有动 他在看着我 等我的回应 保安虽然有命令 但也不敢轻举妄动 所有人都看向我 我在众人的视线里 抱着玫瑰花 一步步走到门口的垃圾桶旁 毫不犹豫地松开手 这就是我的回应 我看向他 你柳如烟在我心里 就跟这被丢弃的玫瑰花一样 隔着人群 我看到柳如烟脸色灰白 眼神受伤 我淡淡然地收回目光 冲保安使了个眼色 柳如烟被嫁着往外走 越过我身边时 他说 我妈回国了 想见见你 这一刻 我面上努力维持着平静 可内心却没办法无动于衷 上辈子 他爸妈带我极好 就连一开始 柳如烟和一腾成谈恋爱 也是他们第一个 站出来反对的 因为这是 他们闹得不可开交 大学后 一腾成见过了 太多优秀的女生 又开始嫌弃柳如烟 一吵架 他就提分手 次数多了 柳如烟烟烦了 就答应了 一腾成在外面玩了一圈 又想回头 不惜以死相逼 结果弄巧成桌 失足从二楼摔下 真是极端的可怕 这些都是后来 柳如烟他妈跟我说的 一整天 我都心虚不宁 最后 我还是没有下定决心 去见他们 我爸看出了 我情绪不高 给我放了几天假 让我去外面走走 出发赶飞机那天 我一推开门 就看到柳如烟他妈握着手 来回在 我家走廊夺步 四目相对 他有短暂的尴尬无措 博大 你这是要出远门 他堆着笑问我 以前亲切的家人 在见面 处处透露着疏离和小心 心口泛着密密麻麻的酸涩 我让开道 妈 你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快进来 不进去了 他摆手 面色羞愧 我没脸见你爸妈 我想说 这是我和柳如烟两个人的事情 跟他们无关 他不需要觉得内疚 可话到了嘴边 我又有点说不出口 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 我和柳如烟 闹到现在这个地步 长辈间又怎么可能无界地 妈 你是找我有什么事吗 他抹了下眼角 似乎想起了来找我的目的 他目光柔和地看向我 博大 妈今天来不是来劝和的 结婚的时候 妈就说过 不开心了 你随时可以离开 结婚是为了幸福 离婚也是 现在柳如烟不懂珍惜 跟一腾成牵扯不清 妈知道你受了委屈 支持你离开 关于财产分割 你是受害人 理应拿走大部分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滚落下来 出声打断他 我不涂财 况且爸在国外治病 哪哪都需要钱 他摇头 你不图示你善良 我们不给 会良心不安 泪水磨合了双眼 我几度哽咽到说不出话 上辈子怕父母担心 关于柳如烟和一腾成的事 我一直到死 从未提过直言片语 不成想 这一事还是让他们担心吗 傻孩子 不哭了 他给了我一个拥抱 妈只希望你以后过得开心 我这趟回来 就是为了当面跟你说声对不起 他双手扶着我的身体 好了 该说的我都说了 你爸那边情况不太好 我需要马上回去 虽然你们分开了 但我永远是你妈 有机会可以来国外找我们 我重重地点头 带我向爸问好 目送他走进电梯 我又站了会儿 缓解好情绪 才低头去拿行李 余光瞥见身后 不知何时出现的爸妈 我爸眼眶泛红 面色沉重 我妈捂着嘴 早已泪流满面 我去了云南 走走停停 迟迟呵呵 似乎真的可以短暂地忘记一些烦恼 离婚的前一天 我才回的家 当晚 我把柳如烟从黑名单里放了出来 给他发了条短信 明天早上九点 明镇局门口见 等了有一个小时 在我一度以为他要后悔时 终于收到了他的回信 好 我松了一口气 美美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 准时出现在明镇局门口 柳如烟几乎跟我同时到的 看到他 我抬不往里走 只想速战速决 走了几步 发现柳如烟没跟上 我心头一跳 他不会 还要闹腰蛾子吧 我拧着没回头 正面迎上柳如烟的目光 刚才没仔细看 这才多长时间 柳如烟整个人憔悴了不少 平时最注重形象管理的他 眼瞼下乌青一片 就连裙子都皱皱巴巴 他眼底闪过一丝挣扎 我们真的没有可能了吗 嗯 从重生那一刻 开始我就在等这一天 手续进展得很顺利 没多久 热腾腾的离婚证到手 走出明镇局 我发自内心的笑了 一个月后 我收到了柳如烟 转过来的几百万的现金 还有几处房产转让的协议 一年后 柳伯父去世 我们全家都去参加了葬礼 那也是离婚后 我第一次见到柳如烟 他的情况我多少有些耳闻 没有我爸的业务支撑 他被那些吃人不涂骨头的董事 折腾得筋疲力尽 公司状况也大不如前 本来工作上就不如意 偏偏还被一腾成给缠上了 一腾成大学没毕业 就失足昏迷 现在人虽然醒了 但没有工作能力 所以柳如烟就成了 他溺水前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可他越是想抓住 柳如烟就越是厌烦他 一腾成闹得最凶的一次 故技重演 在柳如烟公司顶楼要自杀 他以为柳如烟再心狠 也不会忍心他去死 可这一次他赌输了 柳如烟从头到尾都没出现 心灰意冷的一腾成 彻底失去了理智 他告诉柳如烟他想明白了 不会再缠着他 自己要走了 想见他最后一遍 柳如烟信了 可这一次却差点要了他的命 一腾成走进柳如烟办公室 拿出提前放在包里的刀 他笑得癫狂 得不到那就毁掉吧 挣扎间柳如烟伤了脸 留下一条争鸣的疤痕 而一腾成也因杀人未遂 判了十年 祭拜完柳伯父 我又跟柳伯母说了一话话 离开时 路过柳如烟身边 他欲言又止 想来拉我的手又不敢 最后千言万语话成一句 过得还好吗 我没有看他 也没有说话 错失而过 在心里默默地回了句 离开你的每一天都是晴天 全文完